刚刚我们品尝过了狮子头的美味 接着我们要拜访莲雾的盛产地 在高雄的六龟 这里呢出产了这一种 比巴掌还要大的巴掌莲雾 也比传统的莲雾还要甜脆 那么一公斤的拍卖价呢 高达了600块钱 当初引进巴掌莲雾的果农 陈济光原本从事营造业 40岁才返乡种起了莲雾 不过呢他勇于尝试 成功的栽种了好几款 夏天采收的莲雾 尽管巴巴风灾 摧毁他的莲雾园 但是陈济光并没有放弃 目前他的果园里采收的 就是封灾后的第一批大丰收 这个叫做巴掌莲雾 比一个巴掌还要大 Size是传统莲雾的一倍 甜度也高出三度 A级品单粒最少300公克 在台北拍卖市场 曾经派出一公斤600元的高价 单粒果种的时候 最长的都差不多半斤以上 陈济光是高雄六威地区 第一个种巴掌莲雾的果农 今年则是巴巴风灾后 第一次的大丰收 像这个熟度就够了 你这个就可以采收了 地头是不是很豪满 巴掌大的莲雾鲜亮饱满 陈济光开心地笑了 封灾后连续几年都没有收成 八成的果树倒了 损失上百万 想哭都没有眼泪 最惨的就是巴巴封灾以后 接下去一个环奈比台风 我这片莲雾看得到的 你看这个都是刚种下去的莲雾 其中都巴巴风灾 以后有得再蒸 几乎八成都倒了 那时候真的是 从天长掉到第一 一下子心都凉得半截 用钢架勉强撑起的果树 没让陈济光失望 重生后结果累累 曾经是莫拉克种灾区的六龟香 因着果园的艳红鲜绿 展露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再度品尝收获的甜蜜滋味 夫妻俩一边采收 一边忙着出货 太太还得戴上N95口罩才能工作 为了要比较好 这个要抓死就好 身体不好 对对 经验老道的陈太太 用手电电就知道莲雾的重量 差不多两百两百八 原本在大城市生活 只需要在家里带小孩的她 现在跟着先生种莲雾 大热天还得在公寮里包装 一开始陈太太还真的有点不适应 先生做年务 我们就跟他一起做 当然是不要做得比较好 我偷偷会哭吧 不会哭 会抱怨而已 他抱怨啦 他跟他抱怨 实颜色 零实颜色 什么颜色 两个大石不好看的颜色 还没有贪金 还没贪金 还没贪金 还不值得 这样啦 毕竟这个是家里的农地 家里的地 你不回来做的话 等会好进入你了 我们就想说 还可以 看这些年轻 工作室就回来说 看这些年轻 可能还有几十个人的车名 回来拨看看 十多年前在高雄做营造业 收入优渥的陈继光 突然决定辞掉工作 回六龟老家 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岁 竟然还有这种冲动 陈继光说 他初中毕业就离家工作 实在很想回家 跟着老爸种田 他看到六龟很多人种莲雾 于是说服老爸 把稻田改成莲雾园 想得很简单 真正坐下去才发现 自己太天真了 落差有值 蛮大的 刚回来的话 几乎三餐不济 慢慢要走 他自己做的话 自己摸索 他都会想要再回头 曾经有那个念头 应该也不可能再回头了 毕竟我们一脚踏进来的话 做个事情 不得也要不得下去 对也好 不得也好 反正一头踏进来了 经过四年的苦心摸索 陈继光的莲雾才开始收成 由于传统莲雾 多半在十到十二月份才收 陈继光心想 如果夏天也可以种莲雾 那就太棒了 于是他从泰国引进 长得像风铃形状的紫密莲雾 利用枝叶的修剪 为莲雾搭起叶子养散 果然很有防晒效果 传统莲雾采完紫密莲雾接着登场 一直可以采到五月份 但是这样还不够 陈继光又挑战印尼品种需要日照充足的巴掌莲雾 希望能在六月份接棒收成 我是比较不怕死 总是往前冲 有一个新的品种出来 我只尝试 你种这么多 你朋友也确定说种那么多 他曾经有过 他年纪一大八 种那么多干什么 我说我的观念是不一样 我说他一天再会做 多少还做 巴掌莲雾是三种莲雾当中最甜最脆的果王 但是size太大想维持完美外形必须要舍 一包只能长三颗舍了才有甜美滋味 就像陈继光的人生舍掉城市生活 回到家乡耕耘故土 经历苦难挺过绝望 终能收获完全属于自己的丰盛成就